新冠疫情以来,全球都在讨论是否要开征富人税的问题。 第一个向富人开刀的是阿根廷。 1月29日,阿根廷富人税法案生效,将向国内资产超过两亿比锁, 约合人民币1580万元的富人,征收2%的财富税。 而随着他们财富的增加,税率也将逐步提高,最高为3.5%。 随后,许多国家也都在讨论对富人加税。 与欧盟正式分手的英国也是如此。 2020年12月,据英国独立学者团体发布的财税报告表明, 英国政府制定了一次性税,将对资产超过50万英镑的英国居民征收财富税。 该计划在未来5年内,可以增加2600亿英镑的税收。 在西班牙超过1070万欧元资产的纳税人,征收的最高税率将有2.5%提升至3.5%。 与此同时,年收入超过30万欧元的纳税人,税率将从45%增长至47%。 而美国国内政策也已从减税转为加税。 美国财政部4月推出的《美国制造税收计划》中,将提高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人群的个人所得税, 并把联邦企业所得税率从21%调高至28%。 而在跨境税制上,拜登政府则延续了川普执政时期的税收政策思路,也就是防止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利润, 侵蚀美国利益,并在具体措施上进一步加码。 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最低税率从10.5%提高至21%。 到了今年的7月10日,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了双支柱成果, 重新划分了跨国企业征税权,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15%。 也就是说,跨国公司不仅仅要在总部所在地交税, 在哪个国家开展业务,一样也要交税。 种种迹象预示着全球减税潮终将宣告结束。 那么,加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? 其实就是限制资源的集中化。 自1980年以来,美国前40%的家庭收入, 是后60%家庭的4倍。 近几年,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, 这一数字呈现出增长趋势, 到2016年底,两者的收入之比已经扩大到了10倍。 如今,美国最富有的1%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, 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%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。 但这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, 贫富差距扩大化已是全球普遍性问题。 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.7左右, 超过了危险线。 一些国家缺乏公开的数据, 其贫富差距难以量化。 但这一现象是肉眼可见的。 那么,贫富差距为何持续扩大? 从80年代开始, 经济全球化一日千里, 不少新兴国家加入了这轮全球化浪潮。 但是,这几十年, 全球贫富差距伴随着全球化而迅速扩大。 二战前的全球化, 主要是商品的全球化。 二战后, 全球化走向了经济要素的全球化。 经济要素的全球化, 先是信息与资本, 然后是技术与人才, 最后才是普通劳动力。 在这些经济要素之中, 资本拥有天然的流通属性。 资方可以将资本、 半成品、原材料、设备、 商品在全球自由流通、 自由配置, 从而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率。 但是, 劳动力并不具备资本的这种流动性。 经济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, 劳资双方的收益率持续扩大。 比如, 美国通用汽车, 作为资方的代表, 它的资本可以在全球市场自由流通, 可以将工厂搬迁到印度越南等国家, 寻求劳动力低廉的投资挖地。 资本走后, 底特律失业的汽车工人, 无法到亚洲国家重新就业, 最终降低甚至失去了他们的家庭收入。 反过来看, 美国整体工资水平较高, 但亚洲国家的工人, 无法到美国就业。 劳动力流动的限制, 导致他们的工资增长缓慢。 在全球产业迁移过程中, 资本总是偏爱劳动力廉价, 工会力量薄弱, 环境保护不足的地区。 跨国企业, 在全球趋利避害, 以极低的成本, 获取高额利润。 而劳动力却被困在一个地方, 要么是等待资本扩张, 带来工资缓慢上升, 要么是突如其来的整体性失业。 最近50年, 资本的全球化迅速崛起, 尤其是1971年,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, 欧美世界逐渐实施浮动汇率, 资本跨国流动, 扶摇直上。 但是, 普通劳动力的全球化, 却停滞不前。 资本的全球化, 自由流通, 与劳动力的国家限制, 导致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收益率差距, 持续扩大。 主要靠资本获利的人, 与主要靠劳动力生存的人, 双方的收入差距, 越来越大。 成为最近几十年, 全球贫富悬殊扩大化的主因。 不仅如此,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, 有两大因素, 均对资方有利, 对劳方不利。 一是资本与劳动的税率差距。 最近几十年, 为了吸引国际资本, 不管是发达国家, 还是新兴经济体, 纷纷降低了资本税率。 一些国家给跨国公司大规模的退税, 而一些国家成了跨国公司以及富豪的避税天堂。 比如, 开曼群岛, 为全世界企业创造了一个避税天堂。 1997年6月, 这座小岛就吸引了全球50大银行中的47家, 在此设立分支机构。 目前, 在这个小小的开曼群岛上, 注册的公司数量超过了10万家以上。 而根据联合国专家组的估算, 因跨国公司的利润转移行为, 各国每年流失约5000亿至6000亿美元的税收, 目前有超过7万亿美元的财富藏在避税天堂, 相当于全球金融资产的8%左右。 因为资本全球流通, 各国政府需要相互竞争国际资本, 但劳动力被限制流通, 各国政府可稳定地征收工薪税, 而在原本劳动力全球化流通受阻的基础上, 加重了分配的不公平, 以及财富的分化。 另一因素, 就是全球主要央行无限量超发货币。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, 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, 全球开启了零利率时代。 这带来什么后果? 宽松的货币大大膨胀了金融巨头的资产, 同时又掠夺了普通人的财富。 首先, 美联储拯救了本应该倒闭的金融巨头, 而数百万中产家庭却在危机中破产。 其次, 美联储大规模购债, 向金融市场注入大规模的流动性, 直接推动金融资产升值。 而富豪们拥有的主要就是股票、 债券、 房地产等金融资产。 再次, 宽松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。 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, 获取大规模的廉价美元, 在全球市场攻城掠地。 宽松政策推高了房价物价, 货币的真实购买力下降, 普通家庭的真实财富也随之下降。 就连凯恩斯也在货币论中指出, 通胀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, 而使一些阶级得益, 另一些阶级受损。 所以, 金融危机后, 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。 金融机构、 跨国公司及富豪反而成为了受益者, 他们的资产持续上涨, 而中低收入的家庭收入几乎没有增加。 部分中产出现阶层滑落。 全球贫富差距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? 首先, 中产及普通家庭的收入决定了国民消费能力。 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化, 中低收入家庭的真实收入不增反降, 导致有效需求不足。 消费市场低迷带来实体经济通缩, 导致经济持续低增长。 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化, 财富集中到少部分富人手上。 有效需求不足, 导致消费市场低迷, 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投资边际收益率。 而富人将财富主要配置在奢侈消费, 以及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及不动产上。 这导致金融资产价格膨胀, 最终爆发债务危机。 贫富差距也导致了民粹主义思潮。 普通人对不公平的制度及富人的强烈不满。 他们意识到财富的鸿沟已经不可逾越, 无论如何打拼, 收入增长的速度也比不过房价的攀升。 而金融资产的暴涨与自己没有丝毫关系。 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倾向于直接的收入保障以及政府救助, 并将矛头直指富人阶层。 极端民粹势力甚至会引发社会大暴乱。 例如,以民主党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派, 呼吁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, 直接剥夺富人的财富。 也是为了迎合民粹主义。 相对于桑德斯, 拜登的加税都算是温和的了。 而各国对富人的加税, 也是为了平息普通人的不满, 赢得民众的支持。 但是, 全球贫富分化, 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不正当的制度, 即对劳动力全球化自由流通的限制, 以及货币征税的不公平问题。 全球税收治理,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跨国资本与本土劳动的税率不公。 但是, 这一政策却掩盖了问题的实质, 把危机延后了而已。